嘿大家好,李肥,我又回来了 今天去拆了线 医生说很好 愈合的不错 可能不会破相 然后需要防晒和某些防止疤痕增生的药膏 就恢复了原来的我了 我还是那个我 但像昨天视频讲的一样 思想观点可能不一样 思思不惑嘛 昨天视频也讲过 咱们以后可能更新会长短不一 行事随意 今天就更一条硬广 我很少在我的视频里面 帮我们自己打硬广 我在我的朋友圈发很多广告 如果你加入我的朋友圈的话 我们经常隔山差五会发一些 卖的房源了 业绩了 但我的视频中 我一般上只发 卖房子的视频广告 而不讲我们团队的业绩等等 除了有一次跟一位视频观众抬杠 但今天得给自己背书一下 因为昨天9月9号 我们完成了呈现历史上 另外一笔超过2500万的交易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去年跟Merry一起 close的一旦也超过2500万美金 actually是同一个小区 都是科比家 科比区是建筑的小区 连续两年两间超过2500万的房子 我觉得是我们的一种实力的体现 actually应该是客人的实力的体现 但作为地产经济团队来说 很不容易因为2500万美金 在Baffley Hills或者是 Malibu看起来没那么显眼 在Orange County而完周边 2500万美金顶豪第一梯队 整个呈现历史上 只发生过公开记录显示是44次交易 超过2000万美金 其中华人地产经济团队参与代理的 不超过一个巴掌 其中两个是我们团队的 所以这是非常难取得的成绩 Hi Fiona Not yet Give me two minutes OK 家哪里的 很难取得的成绩 为我们团队感觉到 骄傲 自豪 也深深地感激我们的客人 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办 是一种责任压力 但是也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这是很难很难做到的一个成绩 对 那既然是应广的话 再多说几句我的团队 我的团队叫Fili Estates 我叫李斐 Fili Estates 就是李斐团队 卖房子的 那六年之前 其实五年之前 Julie第一个队员找到我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团队 她说我要加入你 我说加入我是什么意思 但是本着边学边做 先上马再说的这种精神 我们就组了个团队 然后一路走下来 大家都认识这些 Jack Dylan Serena Mary 后面这些所有的这些可爱的小伙伴们 今天我们有超过65个人了 去年的这个团队 之后几乎都已经站不下了 那我们团队的业绩也非常璀璨 去年我们卖超过4亿美金 整个加州所有的team里面 前10名 Kyle Williams也不用讲了 一直是小管 今年的话 9月10号吧 今天我们卖超过3亿美金 240个单元 240间房 今天是252天 所以接近每一天卖掉一间房的速度 我们团队在卖房 我讲这些东西不是想给我们贴金了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拍视频只是我的业余生活的兴趣爱好 连副业都不算 很多人说你这个YouTube的收入或怎么样 这个根本都不纳入口蓝范围的 所以昨天讲 以后要花更多时间去陪伴家人 或者是把自己的健康放在地位 其实我想了想 就即便不是这样 大家可能根本不了解 在视频背后 我没有拍视频做视频之外的时间里 我做了大量的90%以上的时间 都是在买卖房子 或者是跟我team在一起 而大家看到的我视频中的展现 只是我生活的极小的一部分 可能我在很多视频中卖过房子 但其他的这些生活Vlog 真的是不是我生活Vlog 那一天就没有做关于房子的事情 No 这可能让大家误会了 我不是什么YouTube和生活博主 我的主要还是卖房子带team 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交易 我觉得我不在视频中说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大家都会觉得说 你这个天天拍视频 你还卖不卖房子 事实上我们不仅卖 而且卖的 可能没有其他的什么花生店 都可以跟我们团队 在业绩啊销量啊 这种销售果上面去媲美的 对 所以请大家 还是要搞清楚这一点 我的主业 对 什么卖房子 另外呢 也要借此 感谢我的客人的同时 感谢下我的团队的小伙伴们 非常感激大家的支持 非常喜欢 enjoy 跟大家在一起的时间 包括我摔破脸那一次 那天也是跟大家一起去花瓶嘛 团队队员都说 好笑又不敢笑 都流血了嘛 但 这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回忆啊 跟你们在一起 共事也好 或者是 出去玩也好 whatever 是我现在生活中 很重要的一些moment 很开心 包括今天 昨天closed的地 是我跟Servinna一起closed的 对 所以 I'm happy I'm lucky to have you guys as my team member you wanna in okay yeah you're happy that you fell on your face no not really 我的主编半边脸还在麻着 对 所以 今天是给自己的一个商业硬广 也是 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 之后的视频更新可能会很随意 因为这本身就不是我的priority 不是我的主业 不是我的主要的业务 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 那 我看到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很支持 说无论你怎么更新 我们都会陪伴和追随 这就是我想好的 我非常非常感谢 除了客人团队之外 就是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的支持 actually 昨天closed单子的这个客人 是我的视频观众来着 对 就是观众中这些藏龙卧虎 2500美金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 对 很骄傲的一个成绩 为我们团队感觉到开心 骄傲 也为客人感觉到高兴 非常棒的方式 但是我们就不讲方式了 就是 保持客人的一些隐私 so 这就是 今天的vlog 是不是 其实也不用每一天 记录式的vlog 这种 聊天vlog也可以 本来今天想讲山火的 昨天 而旁边的这个 Trabuco这个 山火 不是火山 而旁边的这个 Trabuco Canyon这边的话 就是 特别大的山火 这一次可能是 甚至是加州历史上最大的 超过950英亩的面积 着火 很夸张 而且是人为的 你说厉害不厉害 这个我们就放在明天的视频中讲吧 山火 很傻的 讲出来你都 都要笑掉大牙 这么大的损失 是人为的 其实跟去年 前年是一样的 前年那21% 着山火也是人为的 都不是自然的 对 so that's it that's今天的vlog 我们明天会 开会培训 明天会再引荐我团队 其他的 很有趣的小伙伴 给大家认识 我非常非常enjoy 跟团队在一起的 时候 这些人真的是很可爱 我每天跟他们在一起 就充满感情 对 但明天这个脸是麻的 还不知道能不能 像过去一样去 好好的培训了 anyway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 订阅 yeah 嗯